水果拼盤 掛包 鸡排 隔了夜市美食 全都出现在台东医院 台东观光夜市出镜会 5月31号将一批物资赠给台东医院 慰绕第一线医务人员辛劳 为抗疫贡献一点心力 院方收到物资也表示相当感谢 送来这些爱心的物资 那相信对我们医院的员工 一个刺激很大的鼓舞 既然这段时间都停业在家 那倒不如就是跟我们摊商买 摊商的东西然后来做捐赠 一方面可以慰绕这些医务人员 第二方面也可以照顾我们的摊商 罗永峰表示台东夜市摊商 从5月中就开始配合防疫亭业 造成许多食材因无法保存而损失 摊商无法摆摊就没收入 但随着疫情逐渐升温 摊商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 疫情到底会再往后演 这个我们都还认为之数 我们原则上摊商都是配合政府政策 整个因为防疫不分大家不分你我 希望大家能够度过这个疫情 政府这个4.0这个方案可能不能快一点下来 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下隔月6月份 我们不知道怎么生活 夜市摊商证物资挺一户 但也希望政府能将夜市摊商 纳入纾困救助范围 降低疫情造成的损失 也呼吁大众做好防疫工作 尽快控制疫情 让大众生活恢复正常 原则新闻不驾驾 大众文台中市场的报道